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赖博物说 博物哥为什么我领不到这个开跑奖金 最主要是你在注册的时候 你填到了是没有注册码的这个注册连结 所以如果你是博物的有缘人 你今天第一次听到博物的节目 你对跑Uber也很有兴趣 你想参加的话 请你等一下务必用刘博物的注册连结来注册 如果你找不到注册连结的话 你用Google找关键字刘博物 找到刘博物的部落格之后 你就可以放心的注册了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 因为Uber公司很喜欢在博物的部落格旁边 附近打广告 所以广告实在是很精美 所以即使有看了博物的部落格 注册的时候还是去点那个注册 那个也没有注册连结 是没有注册奖金 所以你在我文章里面点OK 在文章旁边的广告点就不OK 最安全的保守的保险的做法就是 你加博物的LINE 我丢注册的连结给你 你加我的LINE你就跟有博物说 博物哥我要注册 大声的讲 不要客气 博物全省北中南服务的司机 已经超过好几百人了 也真的很感谢神 也感谢所有的我的徒弟 新的司机 感谢他们愿意给博物来服务 我真的是尽了很大的力量 也是我的荣幸能够服务这么多的新的司机 看到你们赚到钱就像我自己赚到钱 那么高兴了 真的 也很不好意思 很多徒弟都说 博哥你来高雄 你来台北 我请你吃饭 这样子 说真的你们都知道 我叫你请我吃饭 我就不好意思了 我也是每天都需要赚钱 因为就是很缺钱 所以我也不会跑来跑去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台中 这样开早晚开 所以这个徒弟的好意就心灵了 好 今天讲的是这个新的流程 即上一集 这是第二集 新手司机的流程 那上一集讲到说这五项证件 那最后第五项是讲到这个车子的 车子车级的问题 那当你这五项证件都OK的时候 你把它拍照起来 然后用你注册的时候使用的那个mail 你不要随便用一个mail Uber不认其他的mail 他只认你刚开始注册所使用的那个mail 那个mail你注册完之后 在我这边是有资料的 如果你忘了 我还是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基本的资料 但你如果没有用我的注册码注册的话 我就看不到你任何的资料 然后你用这个mail寄过去之后 公司的mail我会提供给你 然后你北中南 看你在哪个城市 你就按那个北中南来寄 记了之后 记什么资料 记刚刚讲的 上一集讲的那五项资料 驾照 驾照 无照式记录 无照式记录 还有良明镇 还有这个行照 还有这个行照 哎呦 刚刚讲的吗 驾照 行照 保险卡 保险卡没有讲 这五项你拍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上传给Uber公司 那Uber公司接到你的这个资料之后 它会开始审查 审核 看你合不合格 那通常 如果你的资料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一般24小时之内就会完成 就会完成审核 通知你可以开车 那慢一点的话 半天一天也有可能 什么时候都有可能 我遇过十分钟了 刚好信息过去审核 你正在看 就看了你的这个资料 审一审十几分钟之后就开通了 那开通了之后要干嘛 第一个 有两个这个软体 你必须下载 一个是Uber 一个是Uber Partner 然后Uber就是乘客端的软体 那Uber Partner是这个司机 司机的软体 那苹果的部分呢 势必透过我丢给你的这个连结 你才找得到那个司机的这个软体的下载 那Android系统的话是两个都有办法下载 那有很多司机又问了说 博客啊 我乘客端需要注册吗 我不坐车啊 我只有开车而已 我跟他说要注册 现在就注册 赶快注册 为什么 用得上啊 第一个 你在开车 你从没有坐过Uber 然后刘伯物丢给你的这个注册 乘客端的注册点减 又有100块的免费的乘坐 你自己都没有坐过也不坐 不知道怎么叫车 然后乘客问你说 我那个叫车怎么样 你也不懂 那很奇怪吧 当司机还是要有一点点内行 这个内行需要你花时间去了解 所以乘客端的部分我们也势必要要注册 然后自己坐一趟 自己叫车 打地址去叫车 打目的地 这个看要去哪里 这样的话你自己坐车一趟你就真的了解 不要说看了影片啊 伯父哥讲了老半天你也不懂 比如说我信用卡 没有啦 我没有信用卡 那你就跟家人借吧 反正都可以 只要乘客端是OK的 好 那司机端也下载了 乘客端也下载了 然后你接到Uber的Email通知说你上线了 就是可以开通了可以上线 那你就可以上线去接了 对不对 那接是接还是有很多不知道啊 这个伯父要先告诉你 第一个 有些事你必须先知道的 就是说乘客他只是要去一个地方 你负责把他接去地方 就好像你也会接家人去上下班购物 其实他原本就是这样子的行为而已 你不要把他想得太复杂 再来 除了接送家人 接送朋友 接送乘客去某个地点以外 就是手机上面的这个操作 那这个操作当然有影片可以看 我也会陆陆续续丢影片给你看 看了之后你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问我 一般来讲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现在上线了 然后有人叫车 对先讲好了 如果你从来没有使用过Google Map的导航的话 你这个时候就无论去哪里 你都要先熟悉一下 那Google Map的导航 不管你是开车 骑摩托车 你都先练习一下 自己设定那个目的地 然后照着导航去跑 你感受一下照导航跑的感觉 因为我们轿车系统 实际端是会带出Google Map的导航 让你找到乘客 也让你找到乘客要去的地方 但你路很熟都不用了 就直接去找就好了 如果你路没有很熟 那你也没有什么把握 希望这个能够当辅导 辅助的话 你Google Map就要事先的了解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本来想路两集 但是这个新手要学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所以就先路到这里吧 那第三集在讲Google Map导航之后 你怎么去接案子的这个流程 好 喜欢刘伯物的影片 不想错过任何一集的 欢迎你按订阅 当然也欢迎你留言 按赞 按分享 让其他的朋友能够看到 柳伯物在这里都来感谢你 如果有什么问题 柳伯物没有讲清楚的 都欢迎你留言 好 就这样子了 好 是不是 好 你好 哪里 好� 好 还有 嗯 好 有东西 随后